大晚上的抬棺材,这让小田觉得非常诡异,他便一个人悄悄跟了上去,他看到这些人把棺材抬到了一个类似于祠堂的地方,然后一个被绑得结结实实的女人就从旁边的侧屋里运了出来,在她的手脚上都贴着一张写着红字的黄纸,并且那女人不停地大叫,求求你们,我不想去,求求你们,放了我,放了我。 不过她的哀求没有任何效果,随后收留他们俩的那老头站在了祠堂中央的位置,从桌上捏起一张黄纸在空中毫无章法地挥舞起来,大约几秒之后,他则将黄纸在面前的碗里沾了一下,随后就塞进了那个女人的嘴里,紧跟着女人的嘴巴就被旁边的人无情地封死了。 接下来出现的是一大串乱七八糟的仪式,小田清楚地看到,一个纸扎人首先被放进了棺材,随后,这些怪人则将绑起来的女人也放了进去,紧跟着,他们便用沾着鲜血的钉子把棺材给彻底地定死。 在定棺的过程中,还能清楚地听到棺材内传出的撞击声,这似乎是那个女人临死前的最后挣扎,大约几秒之后,棺材内的撞击则缓缓地停了下来,并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 忽然,小田看到在刚被定死的棺材盖上面,居然坐着一个小孩,而这个小孩的样子,与今晚二狗所描述的那个骑在他脖子上的浑身鲜红的小孩是一模一样的。 小田感到害怕起来,接着,那个坐在棺材盖上面的小孩,居然踩起了胳膊,阴冷地指了指,小田藏身的墙壁。 随后,一个特别低沉的嗓音在小田的耳边响起。 怎么样?看中了吗? 在那个低沉的嗓音从他耳边响起的刹那,小田整个人的皮肤则立刻变得紧绷起来,额头上的冷汗蹭蹭地往外冒。 他本能性地一扭头,却是越来越看到那个浑身皱巴巴的血红小孩,现在竟然就趴在他的肩膀上,阴冷冷地注视着他。